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来演示这款新手也能轻松完成的可爱丸子钥匙扣 需要下面这几种颜色的五穀牛奶棉,直径为两厘米的木珠,两毫米的钩针,剪刀针和胶水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圈钩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呢,提了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一圈,第一圈勾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完成以后,做引拔 起了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二圈,第二圈勾六个短针夹针 六个短针完成以后,整理线头 接着做引拔 起了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在第一个针目里先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加针 这个步骤呢,在这一圈重复六次 这一圈勾完呢,做一个引拔针 起了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先勾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勾完以后,勾一个短针加针 这个步骤呢,在这一圈重复三次 做一个引拔 起了一个辫子针,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和第六圈不加针不减针 都是勾二十一个短针 现在呢,我们已经勾了六圈 取出直径为两厘米的木珠 放入织物里面,开始勾第七圈 第七圈呢,先勾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勾完以后,我们做一个 短针的减针,两针并一针 做的是一个隐形减针 好,大家再看一遍 抽针先穿入这两针的外半针 然后呢,才拉入线圈 完成减针 勾五个短针,做一个减针 这一圈呢,重复三次 完成以后呢,做一个引拔针 提立一个便积针 开始勾第八圈 第八圈不加针也不减针 一共勾十八个短针 第八圈勾完呢,做引拔 提立一个便积针,开始勾第九圈 第九圈呢,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做一个短针的隐形减针 也就是隔一针减一次针 然后呢,留长线头断线 第九圈完成以后,做引拔 提立一个便积针 然后呢,留长线头断线 粉色的这一粒丸子呢,就完成了 另外两色的丸子呢,做法相同 绿色的那一粒先不断线 我们呢,用胶水 先把这两粒丸子粘一下 然后,用缝针 把这两粒丸子呢,缝在一起 缝好以后呢,打结 然后把结隐藏在植物内部 用同样的方法,把绿色的丸子也连在一起 接着勾绿色丸子的第十圈 第十圈呢,勾六个短针的减针 六个短针完成以后呢,用棕色的线做这一圈的引拔 接下来呢,棕色的线勾第十一圈到第十五圈 这一圈,螺旋钩,不需要引拔 每一圈呢,都是六个短针 线头呢,就是打两个死结 为什么你太不想断,螺旋钩 割完第15圈之后呢断线 用缝针处理一下线头 最后呢打结 然后把结隐藏在植物内部 最后呢安装钥匙扣 钥匙扣装在第三圈 丸子钥匙扣就完成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